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0日 已经是深夜了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做复盘总结时间 来聊一聊我们上一周的一些交易和市场的走势 上一周我们在Clubhouse里面说了非常多的内容 内容非常多 今天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上周的一些讨论 还有呢就是说跟大家再讲一讲说 对现在这个旁面上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还有呢就是跟大家讲了讲我们整个频道的风格 好的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结构 首先呢我们今天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拆解比特币 来拆解这个纳萨克和标普的指数 那审视多市部分我们再去看这个走势分析啊 这个个股走势分析还有趋势信号 交易回顾的话我们包括几个大的这个这个操作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机会展望 主要是这个方面 那么复盘之前呢我们今天在拆解大盘和比特币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这个图片也告诉大家了 其实这里面呢是比较看啊看风险了 啊风险比较多我知道这个喊风险啊每次多少歪慢 但是呢我也无所谓 就是我只是分享我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现在那个风险是非常大了就开始提高了 但是如果是看暴跌吧 也不好说整个这个市场现在的话非常难判断 因为2021年和2020年这两年呢确实是比较特殊 如果要是都是真正好赚钱的那个年头呢是这个2013那种 就是说它每个季度都有5%到6的一个回调 而且都是转个三个位置回调 然后小盘啊和生化啊它都有非常明确的标的可以让你买 那现在这个位置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困难了 还有一点的我要说的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频道人数 快速增加增加了很多啊我们的定位呢还是非常小众定位 就是我们就是着眼于这种技术分析和非常枯燥的技术分析和落实在实处的这个交易计划 那这对大多数刚入市的朋友来说呢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也非常枯燥乏味的可没办法这个做交易呢就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事 它本来呢就不是一个非常娱乐性非常强的 我呢个人呢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用非常夸张的标题和夸张的语言啊 虽然我知道这非常有效因为我之前试了一期三个什么可以分贝的股票 然后那一期就是浏览量就巨大大家都喜欢来看 但我觉得个人还是这句话就是我希望呢就是能得到帮助和喜欢这种方式朋友来就可以了 就是留住有缘人即可 还有呢就是我们讲讲clubhouse现在这礼拜呢 嗯确实是很花时间和精力一直在内听 然后和在里面说 嗯 这个呢引起就是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回馈 我是非常感激了 大部分是有正面的又负面的 但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新鲜事物的一个尝试吧 在尝试的新鲜事物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一些问题 也可能会发现一些也有效和无效的部分 其实呢就是说有一个新鲜事物我们就继续玩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呢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呢 也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嗯 好了 这个开局的已经说了四分钟废话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 嗯 我觉得最重要今天我最我说的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拆解B2B 好我们好好的来拆解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首先呢我们先从日线上来看 日线里日线的时候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是来定义呢什么呢 来定义A0 那如果你把日线拉的特别久远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下上下这是一个中枢了 这是一个中枢了 这是一个中枢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中枢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 就是说这是这里面是一个周线的中枢 那这是一个周线中枢的离开段 周线中枢的离开段 那这是个大买点 这里是个大买点 19年的话3000多是大买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 现在的这个走势是成一个什么呢 加速行情 这是先做做加速行情再做走势 那这是周线上的一个离开中枢的加速走势 你看这样子就是加速走势 那我们再从日线上来看啊 我们这就是日线上的还最重要一点什么 还是定位A0 就是我们在离开段的起始点 那么这个位置定义到4000多 我们定义为A0 A0呢就是我们来判断这个大盘 判断我们这个走势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A0 就是开始点 我们把这个开始点给它定义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开始点A0这个段 也就是4000附近的A0这个段 我们来看这个走势没有走完 因为我们会认为这个段是走软了 下跌段走完以后上涨段的开始 那么我们来说啊 第一我们首先给它进行个画图 画图在哪呢 就是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这有一个上 然后这是一个很短的下 然后上下 对吧 这是上下上下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位置上 我们形成了一个日线的一个中枢 那么我们购买我们的二买在这里 我们的一买在这里 那我们去找一下 那它第三类买点其实在这 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 就是说第三类买点 其实已经走出很多了 才有第三类买点 那么我们只能做 就是说上完之后下上下的这么一个 就是下上下这边下下结束了以后的 这个地方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个位置上走势非常强 非常强 所以我们如果简单判断的话 那么这个为由A进入段的话 这是进入段 那么B呢 这是中枢盘整段 那么进入这整个这段都是什么呢 这个段都是C 现在我们在走什么呢 在走C 那么问大家 A B和C C段和A段相比 C段被持不被持 答案不被持 第一 两点 第一呢 就是B段的盘整的时间够长 那么B段的盘整时间 有些从5月到10月 一共有6个月 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整整6个月的一个盘整 从这里出发 你说6个月的盘整 这个时间是够长的 第二点 是C段的不管从时间上 还是力度上 C段的这个强度都是非常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由于A段C段和A段相比 C段并没有被持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走势下一个走势 我们下一个走势 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大 这个大的回调 而是我们会看到 他会出现新的 这个中枢的出现 新的中枢的出现 所以走势没有走完 这个是非常强的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说 维特币看一万 看五 看十万 比如说看十万 二十万 五十万 你看多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走势 有没有被持 现在呢没有被持 好 那我们继续 那么好 C段的话 日线上没有出现被持 那么我们就要对他的下一个级别 进行观测 由于比特币是24-7来交易的 所以比特币他呢 下一个级别 他其实是4小时 也说一天24小时中有6个 4小时K 这就不能有一小时 因为一小时就差24 就是24个一小时K了 那么这就多了 因为我们一般来是以6-7为一个单位 这样的话你次次级别的他的线段 你才能组成上上级别的比 当然这个书有点复杂了 我们先换4小时来看 4小时图 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里是 你看这个盘整之后 我们开始从这4000多开始走离开段了 离开段4小时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盘整 这是一个5分钟的 这是又有5分钟的 这又有5分钟的 连续走了4个以后 开始连续走了4个以后5分钟的 那么这一段 4小时这一段是结束了 那么4小时的第一段完成是在 4小时第一段完成是在这 那么紧跟着下面的话 他完成了一个下上下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他在这里形成了5段式的中枢 5段式中枢之后 他马上5段式中枢之后 就马上开始什么呢 就加速离开 加速离开 那么里面又是走趋势 他这里又是一个1分钟的 大家注意看 这里是1分钟的 这里是1分钟的 这里三段 三段1分钟的 1分钟的 1分钟的 不能叫1分钟限段的这么一个 这个中枢 正前这是走时 然后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大的币 然后走上来之后 走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下上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上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位置上就有点意思了 那什么有点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里比特币在这个历史上是一个完成 是个盘整完成 那么他在下面呢 又形成了一笔下 4小时 现在我们一4小时 4小时是一笔下之后 要4小时一笔上 4小时再一笔下 再上 再下 再上 再下 走了这么一个 区间的整理 那么这里形成了新的 4小时的中枢 这是123456 是七段 或者五大 五段和七段的这么一个中枢 因为你为什么是七段 因为你这里还要再上 还要再下 所以12345678 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扩展过程 所以这个位置上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进来之后 这都是次次级别的 那么这是一个走势趋势类型 就是走势一个趋势类型 那么这里的话 做了开始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说大致日线上的 我们现在是走完了A和B 再走C C段注意不被持 所以C段不是最后的一段 所以后面还有一段 D段和E段 所以那么我看到那C段中 我们只分析C段中 我们看C段中的内部 这形成了C段中的B 那么这就是C段中的A 然后再往上出的时候 那么出现了C段中C 有时候这是一个盘整 这是盘整 那么4小时图上可以看到说 两个中枢完成了以后 再次做什么呢 离开段 那么我们注意要看 在这个盘整之后 注意看就是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相比 是有被持的 所以这个位置上 你看他才出现了什么呢 若回调 所以就形成中枢 若回调 你强回调的话 这里就是向下了 这里可能就是告诉你走完了 就向下了 但实际上没有 他走了这么一个盘整的一个 还是个强势的 那但暂时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 这里面 这段和这段相比 就是明显的弱了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段的离开以后 我们现在走的是 C中A C中B C中C C中D 那C中E和后前两段比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是说什么的 他有没有被持 但实际上现在看是被持了 现在看这段是被持 就这段比这段还要弱 就这段是不如这段的 但是第二段是不如第一段的 那么就是2 3比2比1 3小于2 2小于1 那等于一段比段什么呢 速度慢开始呢 就是说不能速度慢 就是趋势相对弱 虽然从 就是说我们是log的 虽然从绝对值上 你可以觉得是去绝对值上是更多 但是从力度上 这两段是至少有个差不多吧 所以我们再看 就是从这拉起来之后 这是B 然后我觉得C之后 那么D段的 D段是又成为新的一个离开段 D段是新的离开段 那么新的离开段 我们再把新的离开段进行个拆解 也就是说现在4小时上 我们是走新的离开段 那么我们在4小时下 我们30分钟图上 30分钟图上 我们来看一看 30分钟图上很明显的能看到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它的离开段 我们之前说这是4小时的一个离开段 那30分钟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确的 这里有一个30分钟的比中数 因为它这里就是一个上 这是上进入 然后下一个道地 再上这个地方也可以当然是下了 但是是个比中数 那就是意味着是5分钟的 拉起来之后呢 那这是一段 这是一个线段了 这是一个线段下 这是线段 好 我们画一下 那么30分钟的话 我们这样线段上 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那么30分钟这里 就是形成了第二个 第二个成数 那么继续拉起来之后 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线段上 线段下 我这画的呢 形成一个奔走行动 但是我这画的呢 大家说我画的不标准 不标准 定义啊 可以阳格的话 我咱们呢 一眼现在看也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 这里再次破坏 形成第三个买点 它又是一个什么 第三个买点 又是在一个次次级别的 一分钟的中枢 你说我们这个30分钟再拆解 这个D段的再拆解 那我们就可以拆解出什么 这是一个走势 这是一个趋势的走势 你说这是4小时趋势的走势中 趋势的走势中 那现在是已经拥有了什么 三个中枢 再走第四段的离开段 也就是这个A B C D E F E G 再走这一段离开段 这一段离开段 那么这一段的离开段 再说这一段的离开段 会不会是 会不会这个这段离开段 会怎么样呢 这段的离开段 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 那还会是延续吗 那我们注意看 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其实这一段段 是变成一个中枢扩展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同级别分解的方式 你可以就是如果我们操作 可以操作成两个 但实际上他们俩是有结束 他应该是一个扩展了 那么可以他走出来 你可以当做两段 也可以当做三段 但不管我们再看离开段 离开段的走势 离开段的走势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30分钟 30分钟在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 走出来了以后 走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离开段 这个地方又有个次次级别的 一分钟的一个盘整 这是一个中枢对吧 然后再拉起来 再拉起来 这是我离开段 那么你这个段的 你这段的力度对吧 和之前的这个比 好像也开始有点遭落 对吧 那么现在是什么 是周末的话 他有一个消息 他出了一个好像是个所谓的 书面消息真的不重要 因为他30分钟 我们可以看 30分钟这是一笔 这是一笔 这是不是一笔 这是一笔 这是一笔 那么30分钟 30分钟拉下来之后 这个我看一眼 这是对 这是一笔 这是一笔 那么这是 我们这是一笔 我们这是一笔 其实画下来之后 画成现代也无所谓 这是差 这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画这样的 下是下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 你说他再次形成什么呢 再次形成中数 再次形成数 那么 注意这是30分钟的比中数 所以意味着这是一个大的离开段 那么这是5分钟的一个 也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画成 这样的一个大的结构之后 他现在再次做什么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 里面次级别再是第二个了 次级别再是第二个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观察是什么 第一走势震荡 或者没走完 他还会什么 还会向上有一个离开 还会向上有一个离开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再离开的话 我们注意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刚才说了 30分钟这个位置上 里面的次次级别 再离开的话 那这个地方再离开是弱势 肯定是这个位置上的力度是不足了 就是已经是5分钟的一个区執荡 5分钟的备借点 又是30分钟的备借点 又是4小时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首先4小时上是一个备借点 那么30分钟是备借点 然后5分钟是备借点 但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这个位置上如果再突破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 今天这个位置上这样拉起来是不好的 我希望看到是在这个位置上再一次盘整 盘整时间越长越好 它是非常solid 而且最好是什么 然后我们喜欢看的什么 注意我们喜欢看的是一个比较能长的形态 它从传统技术 之后回到传统技术分析了 最好是这种一个像向的斜行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拉起来之后走这样的一个 在转的一个 一个向生的一个斜行 上升的斜行其实不是特别能长的一个形态 但是它再次选择突破 所以它的这个速度是在缓向的线上进行的过程中 而且它这里你注意看这里面连续的都有什么 再突上去就会再有训练到的可能 那么我们已经是从4小时日线 轴线日线4小时30分钟5分钟 就是逐渐的拆解到最后就是你在操作上 可能就是我们5分钟上来看 5分钟这里已经是什么呢 开始做震荡了 但是5分钟5分钟 5分钟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背驰段 背驰段出来之后第一列买点 下来的第二列卖点 下来之后再打回来 这里应该是第三列卖点之后 但没下去再划回来 改成什么一个昆幅的震荡 5分钟扩展成30分钟 很容易扩展成30分钟一个昆幅的震荡 震荡之后还会有离开段 我觉得还能涨 涨上去之后 这里就非常小心了 这里就非常小心了 所以呢 你看我用了这么长的篇幅 去拆解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枯燥乏味无聊 所以呢 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拆解一下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频道 他就是这么的小众 大多数人是你是看不进去的 好 那么再拆解这个标准拨尔标准拨尔的 spx的这个 那么我们上次说过啊 60分钟图上来看 那么60分钟图上 我们当时是说本来是期待着 就是说看到这是三个啊 这里是一个中枢扩展啊 然后呢 再拉下来之后 他这里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扩展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新的啊 走出了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的小中枢 五分钟中枢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这里不管你是这样啊 这是按三个算 还是说我们这扩展了以后 那你扩展了以后 这个第一浪非常强势的进入 我们就是说这是第一浪最强势进入 扩展了以后 在这一段过程 那这个离开段明显这个离开段是B 这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背驰了 这是盘整背驰 就是A离开之后 这个B A 对吧 B 然后C C是背驰 背驰的话我们就要在C里面找 他是不是走完了 那么C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他现在是做了一个中五分钟的中枢走势 那么这就是一个呢 这个就是在做什么五分钟的 这个中枢走势 那么就是一个扩张 这个扩张 这个扩展中 它已经是升级成30分钟了 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又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扩展 也就是说你如果我们再换传统技术分析 如果传统技术分析上来说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个什么呢 假突破 假突破两边的时间波对称也到了 那么我们后面向上突破也好 那么做出两个选择 第一盘整之后 因为这里是个高点 这就非常烦了 所以他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因为这段可以当做已经完成的离开段 就是因为由于他这里是高点 所以他可以把它当作为一个离开离开转 然后那么他这个下面的话 做一成这个可以理解成一个反向中枢 这是一个中枢 那么这就是已经被持之后再向下 那么后面就是向下走第三迈迈点打破了以后 那么这就是60分钟和日线同时的一个发展确认就在这儿 那是这个比较悲观的情况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是30分钟的一个扩展 那么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就是说再打上去之后再拉回来再继续向上 那再走一个被持人 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是我们说的去研讨 5分钟下上 这是一个盘证 1分钟的盘证下上 那么与这段与之前咱们说的大的60分钟图都是被持 所以我的判断是说 我的判断是说这个位置上呢 就是这两种走势都可以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偏弱呢 偏弱 因为偏弱要看什么呢 偏弱要看这个纳指 纳指的话大家去看啊 纳指的话我们再换60分钟的话 我们换成这个ndx 这个附近啊 这里有一个明确的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跟表明谱一样 这是一个离开段很强 离开段很强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进去之后这是一个中枢 这是一个扩展一样的 但是注意看 这个C段和这个进入的A段 那真是比比标普要差非常多了 就是上当于标普比他还好一点 这个背质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而且我们注意看五分钟上 五分钟上这个走的 哎呀 这个最好其实其实可以就说 因为有没有gap 就是我们一看到一看 这里方 这拉起来之后 再拉起来之后 这个形态是由于什么呢 他的这个重心啊 就说标普不是 标普其实是什么呢 标普其实是 标普是在这个中间震荡 那指不是 那指这个现在他的这个反抽 已经是打不到 打不到这个中枢了 中枢的中轨了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顶啊 的压力比已经是已经沉到了这个中枢的重轨 这个地方 然而而且这个位置上拉起来以后 形成了一分钟或数秒的反向中枢 那么意味着首先第一下跌没走完 刺激为了这个地方下 这个地方还能再有下 那么这个再下的话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位置上你这是你这下上 下上下你是在这儿 所以说你的这个整个这个中枢 这个中枢的冲出的这个冲 就重心在这儿 然后那个那个低点就在1353这儿 那么你这里再往下呢 135451353几 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比他还低了 那你如果你要没走完再下沉的话 那就有一个问题 那如果这个科技股再下沉再拉起来 那这里反上就很容易确认 就是说他NDX有更大的概率是走向下的这段 而不是向上 而标普呢 这个段时间相对来说就是向上的概率更大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分歧 这里出现了一个分歧 分歧那么意味着我们说明股票的指数之间是走势是不同的 你看你看这个里小盘古我们不说60分钟 小盘古首先先不说这个是不是被吃 那么注意看小盘古这个地方 它所走出来的跟纳指又不完全不一样 它也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奔走型珠珠 这个这个位置 但是呢这个你看这个位置上我们正在做 他在这个位置上是打破了 那这是一个第三类卖点 其实小盘古这是用什么确认的 反转之后他破了这个反转点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难做 能做就是这个 你破了你反正这里形成反向中枢是什么 是上去反向中枢还要往里打 纳指不是纳指下来反向中枢还要往下打 所以这就是小盘的话 看他能不能凸上去 那么突然去的话 他这其实是比纳指要强 因为这地方形成第三类卖点以后 马上向下这是一个被吃断 也就是说这里面完成了一个下跌走势 然后这里应该反转了 就要向上了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又是这种经分行情会出现 那么小盘在这个图形上 也就是从我们拆解的角度来说 会比纳指要强 纳指要强 那么好 我们从我们换回传统技术分析带来看 小盘组拉下来之后 一个阳线支撑中 纳指向下上去 假突破又拉回来 假突破又拉回来 道指和小盘强 0 2 2% 2% -42% 就是说彻底的走成了这种逆时针情况 彻底的走成这样 那么后面的话就是比较难讲了 好 那么我们换下一只常说的股票 特斯拉 天天有人问 特斯拉这个走势 首先我们从日线上来看 我们今天换成这个 这个 首先我们就是换成什么呢 换成日线上来看特斯拉 好日线上大家注意看日线上 你看这是一个12345 这是66年代 你看 这是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 APO的时候 破发 A 然后这是个大的B 拉起来之后 什么13年一波拉起来 热炒这个电动车概念 5倍 然后就开始了盘整之旅 盘整长达7年以后 做加速段 对吧 A 盘整B C C和A不被吃 所以C段没有长完 C段没有长完 所以说C后面的话会走什么呢 会走一个 这是第三类买点 非常标准第三类买点 那么会走一个什么呢 会走后面的 我们注意看 那么你从日线上 现在进入日线的C 对吧 我们日线的C 那么我们看日线上它是怎么走的 那么首先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这里是个顶部 对吧 然后这里是 是个底部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 顶部 这里又是个底部 那么这两个没有接触 所以这整个向上的这个线顿都没结束 整个都没结束 因为他俩没结束 这没有形成什么呢 重数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强势 这是一个标准的第三类买点 日线的 那么我们再向上看 这是顶部 然后呢 底部 顶部 底部 差不多 那么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日线的 新的第二个中枢 在日线中 这才完成 也就是说它强到什么程度 强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离开段 在我说的话 这个双眼三角 这个位置上才开始什么呢 做了个日线的中枢 那你说这是一个 这都是在一个 一个线段 日线线段的走势中 走势中 那么日线上我们看到双眼三角之后 这是一个中枢 然后向上走了 走了以后 注意看 这一段由于太强 后面走成什么样 这一段都还都得背驰 对吧 我这说没错吧 所以我们注意看 就是这里面 可能要出现大的震荡了 也就是看 因为你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离开段 这拉进来之后 这是离开段 离开段走成什么样的呢 我们再看离开段 离开段进来以后 这还是日线的 还是日线的 这是日线 日线 那么日线上又是一个什么呢 它本来是应该做一个下上下 本来应该是做一个下上下 但这个力度是不够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下 你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你这是不 这不是 你和合并玩笑 这不是一个顶分 这不是下上下 这里不构成一笔 而且就是说即使这里 K线你给我组合出来 再高点 是吧 构成一笔 它我都会处理一下 就是不构成一笔 因为这个力度太弱了 所以这里就向下 这个是一个向上向下 这个到向下 这边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强势的 第一分行 那么注意看 这里就是要什么呢 就是我如果一个比较好的股票 那它应该有一个这种震荡的过程 而是说现在的 是做圆弧顶 圆弧顶 那么这里面呢 连一个小级别的都没有 所以我们日线反正是 我马上换到30分钟 我们注意看30分钟的图 那么30分钟这里面有5分钟的 这里是个什么呢 你这里其实是5分钟的一个 我知道很多人这回要停运了 就是离开段 你看这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 就是说之后 这里再次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5分钟的 可是你注意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跟纳指有个非常非常像的地方 就是好多就是说 有好多我知道在说谈论 还有一个有一步的 就是一旦形成中枢 一定最后就向上 就中枢不会是反转 其实不是的 就中枢这个队值上 可以下面做反转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特斯拉这个地方非常危险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它本来是一个什么呢 本来是一个扩展的结构 但是它的重心逐渐的就是什么呢 向下走了 比如说它的反弹 我们是到了中枢的下边沿 就要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上 812当做第三类卖点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就是 其实就是也是第三类卖点 对吧 那么5分钟上 5分钟上可以继续拆解特斯拉 进入就是一个离开段 这是盘整之后 是要想想 那么如果你从筹码上看的话 整个这个空间 这一段的空间都是量是不足的 那么意味着它下面再找的话 做这个中枢的第三类卖 做这个中枢向下的话 那它要找的是 就是很难在这个中枢上面形成支撑了 那么它就要在这个中枢的中间 形成中枢 我觉得这对特斯拉是好事 我真的觉得对特斯拉是好事 因为首先呢就是 太多的人啊 怕让它涨 那么如果一旦在这个中间形成了支撑的话 那大概就是在这个600多的这个位置上了 其实对特斯拉我觉得 我觉得就非常好 那么就相当于是它在回踩 或者说 或者说我们这不是30分钟 换成日线回回日线 那么或者说我们会有一个 你看因为这是一笔上吗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让特斯拉在500多和900多之间 形成一个更大的日线级别的盘整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它对特斯拉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盘整啊 这个股票不怕盘整盘越 就是让它盘整的越多 喷的越多嘛 它这样如果在这个地方再拉上去的话 那这个后面可能就是跌的更狠了 所以你让它盘整在这地方大规模的做盘整 这是个A 然后这个B啊 有个大规模的B盘整 那后面那个C仍然是非常有力的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位置上进入段和这个地方的离开段 不仅就是这个爆量 而且就是你这个力度 这整个比起来这个力度 这是不被迟的 所以意味着没有走完 那么最好这个地方盘整震荡做中枢 那么特斯拉呢 后续仍然是非常看好的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从5分钟上看 那么我们5分钟上看 特斯拉已经看到了什么呢 它的这个地方 重心已经是走下面去了 也就是它连反弹 连这个中枢的下沿都碰不到 就开始向下 那么整个来看 豆斯拉的这个走势 就已经是偏弱了 偏弱了 所以特斯拉呢 现在这个对比上呢 不会有任何的交易的计划 不会有任何交易计划 往红股Palantir 上次我们是五个方面来拆解Palantir 然后呢全网都在扫 这是大家要小心的 全网都在扫货Palantir的话 那么这个股票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小心 全网都在带这个货 带这个货 好 说完了 说完了 那么我们下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呢 回悟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交易交易 Palantir的话 我们卖了pull spread一天的话 就70%的收益 这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这个CH里喊到 有个QS做了个反抽 然后我们又当时看到了那个 小盘小型科技容易被sell off 然后这个ARKK的话 我是做了pull spread 这个单啊是假单了 因为我当时挂了5块6我以为买了 结果发现没买进去 pull spread的这个当时大 第二天那个下跌了3%或4吧 就已经贩卖了非常好 然后pins这个非常好回 我们有50%的回报 这个我当时很早以前就是分析过了 我看是不是上礼拜分析对吧 不是上礼拜二 那我们把pins这个交易交易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还是那样啊 这个哎好盘整了很长一段时间 日线盘整一段时间 这个是因为财报 财报拉起来之后下跌 下跌是缩量的缩量盘整 其实这段还没有走完 这段还没有走完 我们的期权呢 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了不错的收益 这只股票不会放弃 我还会继续看 那么这个位置上呢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有一个中枢上移的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位置上我如果今天再能下来再回到83块多的话 我会在这个位置上选择再次的买入 pins这个是我的肯定是在我的观察舱上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没有说的 chau我这里处理部分 然后 然后 ccl 走势也是不错的 走势不错的 就是这种你看 你看多好呀 这是盘整 拉起来一个牛旗的盘整 拉起来 这里形成了carp handle 是吧 这里形成了carp handle carp handle是这么 不是说错了 这个carp handle是这个 这个地方 这边形成了carp handle wd handle 再拉 那么我们测算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是24块5毛9 这个位置上是13 所以24块5 减13 等于什么呢 等于11块5毛 那么24块5加上11块5毛等于36 对吧 36 所以目标呢36 36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 36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正好是这个 这个位置上 就这个 这个小中枢 就这个小中枢 成为阻力 就这个小中枢 之前套牢 可能一小部分的抄底的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 36块多 就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这就是ccl ccl是我们 关注的一只股票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现有持仓的几只股票 那我们看英伟达88zoom apl 那这只股票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么 英伟达这个盘整了一年以后的突破 这个盘整一年以后突破 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持有就好了 我们效率投资的话 就在这个负责金买入以后 你看这是买入了以后 他再做一个什么呢 很明显的在做下上 下上还没走完 下上再下 那么他做一个 就是再下来的话 600伏金我再回去吃 所以盘整这么久的一个喷发 不会马上结束 所以我们会按照信号继续做 盘整了以后下下 我们还会再次买入 这个英伟达 然后 zoom这只股票的话 也是走势非常不错 但现在有一个点 也是让我感觉到有一个concern 我今天稍微减了一点仓中物 就是因为还是向下之后的 这个向下之后 没有出现强反弹 而是说重心在向下移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会出现一种可能 那种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说zoom这只股票 他的这个他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做一个bearish的一个 就是这个是一个反转 我们说的这是热线机位的反转 那么他的好处应该是什么 他这里应该是 如果要能在这做出一个奔走型的 这个中枢在这做出奔走型中枢在这 那么他打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又可以进行一个加层 那这个反转非常好 那么我们也不排除什么呢 也就不排除这个下跌的没有走完 那么没有走完的话 我们从线段上来看 这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小概率 我觉得这是小概率 就是我还是看多的 但是如果这样走 然后再向下 上下这个有可能再把这个整个 像这样的这个线段完成 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怎么判断就说 怎么判断就说这个 这个位置要向下了呢 就是说这里面有一高点 这是一个高点吧 人这是就是他要破坏到 这里是个 这里我们分解成一个30分钟的 那么这是一段A 看非常明显 这是A 那么我们把它换成B 其实这是一个好几段了 这是换成B 那么这拉起来之后 那么如果他一旦跌破到这的话 我跌破了400这个位置上 那我认为他就是破坏了上升的这个线段 那么就会走向下的这么一个ABC 至少ABC 那么一个了 那么这个三个不能破坏 这一旦破坏的话 那么意味着上升这一段破坏了以后 再向下的话 那么意味着这个是形成什么 那么这就是一个上 这是一个下上下的一个 下升下了这么一个什么呢 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他就要去找250多和2300附近的这个区间的支撑 所以如果一旦JP400的这个位置上 我对Zoom这只股票 我可能会比较的 比较的当时比较保守 会比较保守 这是我们两方都说了 巴巴这只股票 我们一直是持有的 在一个220的这个仓位不能随便扔 所以呢是 当然是比股票比那个百度走的差 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我觉得非常明确的 马上 而且是对称的这么一个 头肩顶的形态都出来了 那么一旦这里突破上去之后 那么这个碗底的这个220 211到2050块 那么这那那下一个目标就是310 那么310的这个如果一旦突破 走31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如果向下的话我也认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成本在这呢 就大不了不挣钱白忙活 这是巴巴这是股票 本来还要再说一下机会展望 我们呢把机会展望放在平时的这个比较礼为一 我们开始的机会展望 因为大盘现在啊 大盘现在这个这个高位啊 其实是有些危险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其实有机会 我发现的话也不勉强自己开新仓 到时候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 我比较像迪斯尼 我可能会下一些深度价内的这个长期的期权 所以这个咱们平常在说 因为今天就分析了几个 拆解了几个股票啊 就已经有43分钟了 43分钟 我大部分朋友觉得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能坚持看下来的话 我呢就是给你点个赞 也是辛苦你们了 因为能坚持看这样的 视频 你是非常踏实的 不是说我吹我做的这个东西 我做这个东西就是没什么娱乐性 其实我可以很 我是个很娱乐的人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 我把它当做一个事业 他就应该非常严肃的和非常认真的对待他 至于背后的所有的这些 我们说英伟达 我们做的一些关于基本面的功课 我们在这个clubhouse中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也知道大家比较喜欢说这个基本面 但是呢 落实在实处上我们的操作 今天呢就是我的计划落实在实处上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周末复盘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大家 然后仅这个视频 仅代表我个人的分享和娱乐 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入市虚进深 大家且心且深吸 谢谢大家 我们周一盘后总结再见 谢谢